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國內的這段片段 我不想告訴大家在哪裏出現 你們自己看看吧 免得影響了你們的主觀角度 現在的時間大約是黃昏 7點半 5月14號 所以幾天前 對,幾天前而已 好啦,那就沒什麼的 咦? 完了 我要再看一次 我也錯過了 其實我知道哪個位置 可以再看一次 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要看重溫 沒錯 雖然我剛才見過 但現在閃閃眼就可能不見了 暫時還沒出現 繼續這樣去的時候 通常看這些片都是這樣 沒錯 出現了 好,究竟你又看不到什麼呢? 其實真的難看 其實是挺難的 不過看這些片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會留意左邊 因為左邊好像可以有一個 站到人的位置 通常你會覺得有東西 就是覺得那裡好像站了一個人 但是公路來的又為什麼可以 上國馬路還是怎樣 是 好了 應該有朋友看到了 我相信有人看到了 對 女鬼有腳 他已經認定了是女鬼 Alpha 很明顯就是看到是女士 是 是 是不是靈體不知道 但是有腳的 是的 那你有沒有看到 準備的衣服 暫時還沒出 因為這個 checkroom可能字出得比較慢 好了,不如我們找一下 陳小姐 Hello Hello 你好 Edmond你好 還有Chris 今天晚上 Hello Chris 你好 不如你先講講 你這段片的來歷 好嗎? 是我姑姐和姑娘的那輛 車的紀錄儀拍攝 是昨晚7點多 在深圳 深圳 深圳的 這條公路正確 知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不清楚 不過它是走深圳灣那邊 一過了大陸關就上highway那條路 名字我就不清楚了 不知道 但我們看到那個路牌寫著是鹽田 還有敏感度那邊 基本上 我現在看看有沒有中港的司機 或者對這條路很熟悉的 因為我們嘗試想在Google找回那個片段 或者那個環境 究竟有沒有一塊東西在那裡 但我們因為不清楚那條路是什麼 所以就找不到 不要緊 看看有沒有人看到剛才那段片 知道的大概位置 再給我們一些資料 那就是當時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情況就是 我姑娘的車 因為他們那些是中港車 都是香港右台的 乘客在左邊 剛剛經過那個位置 我姑娘好像發覺 好像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我問我姑娘她 就在開車 她說她看不到 事後檢查那段片 就真的經過 好像有人站在那裡 但因為旁邊是個石灯 還有一些 好像花槽 燈柱的地方 正常就沒有行人路 而且她站的位置 是很貼的那條行車線 正常人應該不會這樣 站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去分析的時間 第一 有些同事就問 其實那個未必是人 可能你覺得是相似的 會不會是有些路障 或者是放在那裡的一些 不知道 亂說的 救火喉 還是什麼 路牌 不肯定 所以傳給你們 看看會不會有些朋友 可以 就像之前那個 街市街道那裡 慢鏡 或者放大 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剛才就慢鏡了 其實如果 很喜歡對號入座的話 我覺得像一個 年輕的 女生 穿著裙子 有腳的 還在玩手機 因為我覺得她是低頭的 類似是這樣的 是不是 好 但是你說 你猜是感覺到有東西 經過她的時候 是啊 她覺得 她的直覺是說 覺得有個人站在那裡 嗯 好啊 純粹是這樣 因為是 高速公路 所以她 即是回頭的 都不會 看到什麼 是啊 太快了 於是就去看那個鏡頭 就說 對啊 是真的覺得是這個東西 像是這樣的 好啊 鳳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 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事